好像我也是有听到比赛服要更新的这个消息 那么这连赛的总决赛有可能会打一个现在的这个版本 就是从S3要进行一个跳跃 到时候就看具体的这样一个状况吧 我相信对于选手来说 其实他们因为是打比赛是在练这个 但是平时的话可能S4也已经接触了比较多了 所以我觉得到时候还是看哪个队 就是在这段时间训练得更加认真 是的 毕竟还是有一个时间的 那么这一场我觉得我更希望看到的是 两个cosplay对上线 这个比这种换路更好看 就是打野都去中路和上路忙吧 我们下路就是安妮让cosplay进行去表演吧 看看谁更擅长卢西安加上安妮的组合 是的 那我觉得卢西安加安妮的关键点在谁身上 这两个关键点的话 就是在安妮是属于开团 就是开战的一个利器 但是之前的在线上消耗 卢西安的Q是很重要的 就是两个路线 因为路线的Q必须知道 是一个你要是打这个小兵 你的施法范围只有这个小兵的点 但是你能打到一倍的远处 所以对着小兵去瞄准他 这个很有技术含量 好的 那双方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盲选的决胜局 看看IG和YG到底谁能够进入到本届几联赛的决赛 我们一起来看 对 拭目以待 好的 比赛开始 这是今晚的最后一局比赛了 IG和YG都现在是力争能够出现到 进入到决赛当中去对阵WE清逊 来抢下几天赛2013赛几天英雄联盟的总冠军 分量很重的一个冠军 那么刚才也是我们讨论了这个下路组合的这个问题 就是看能不能对上线 这一点很重要 这边的话IG是蓝方 YG是紫方 这一盘的话 YG比上一盘的团又主动了 对 那么在IG赢了一场之后 很多的我们论坛的时候 这个菠菜好像心里面也是稍微 好像保住了 松了口气 但是现在决胜局 一切皆有可能 对 不过我内心深处还是觉得 IG的盛面还是要大一些 毕竟经验 因为第一盘YG是剩在很多细节和准备功夫上 但是第二局打的相对常规 又分路被对方压制了一波之后 感觉还是IG这边赢起来顺理成章一样 所以这局盲选的话 我觉得IG的赢面是比较大的 对 这盘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一个特殊的点位 就是IG的打野盗草人的出门装 很暴力 没有出多蓝系列 没有出打野系列 而是直接买了一本增幅法典 这是直接出山人书的节奏吗 那就不知道了 好 这里看一下YG的卢仙 和安妮是往下